地铁在到达下一个站点时突然涌上来很多人 这时候女生广播响起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请您主动让座 在他人全部就座后在寻找空位座下 请不要占领 更不要依靠车门 如果您所在的车厢内已无空位 请前往其他车厢寻找 我在犹豫要不要让座 因为违反了规则的梁坤 此时闭眼哼着歌很介意的样子 似乎一点事情都没有 很快我和梁坤面前就站了两个男人 他们直勾勾的盯着我们 让人心里发怵 我还是站了起来 顺便提醒了下梁坤 怎么了 我示意他让座 嗨 我就不让座 我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 俗话说梁延南劝该死鬼 这节车厢已经没有空位了 我打算去锦林的车厢 不是吧王哥 我一个人会害怕 车门即将关闭 请各位乘客尽快就坐 我没打理梁坤 快速跑到了另一节车厢 梁坤太奇怪了 他好像在故意引导我违反规定一样 新车厢里一个人都没有 却能听见杂乱的交谈声 可奇怪的是 无论我怎么集中注意力去听 都无法听清他们交谈的内容 地铁驶离站台进入隧道 突然车内的灯光全部熄灭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交谈声更加清晰了 仿佛就贴在我的耳边 亲爱的乘客 现在是用餐时间 请您进行享用美食 瞬间 此起彼伏的咀嚼声代替了交谈声 像是老鼠 啃咬骨头的声音 听得我头皮发麻 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烈 他们或者说他们到底在吃什么 黑暗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明亮的灯光骤然亮起 令人恐惧绝望的咀嚼声瞬间消失 空荡荡的车厢里仍然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任何血迹 我的肩膀被人拍了两下 是梁坤 他居然还好生生的活着 丸哥 你怎么了 惊慌之余 我刚要开口 猛然想起不要交谈的规则 你脸色太难看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说话 梁坤显得有点着急 血腥味凝绕在我的鼻尖 我平复心情 然后摇了摇头 你要真害怕 我陪你下地铁打车吧 对啊 也许从其他地铁站就能出去呢 亲爱的乘客 前方即将到达指引泰美站 请您从列车前进方向的右侧车门有序下车 温馨提示 无论您在出站过程中遇到任何情况 请坚定您出站的想法 再次提醒 地铁13号线为自动驾驶线路 深夜12点以后 站内以及车厢内没有工作人员 如果遇见穿制服的人 请不要相信 车速很快 不过两三分钟地铁就进站了 列车的两侧车门同时打开 左边亮着明亮的灯光 电子显示牌上的指示灯全是绿色 而右边是漆黑一片 仿佛与车内不在同一个世界 我犹豫不决 梁坤下意识想从左边出去 我一把拉住了他 从右侧车门窜了出去 下车后 我回头看向地铁明明一步之遥的地方 光源足够强大 可那惨白的光好像被绝了一般 丝毫渗透不出来 这也太诡异了 地铁车驶离站台的时候 对面站台所有的灯光一瞬间消失了 事实上 只因泰美站从来不开启两侧车门 因为开往梧桐社区方向的左边是隧道 从来没有后车站台 如果梁坤经常乘坐13号地铁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在黑暗中爬了几十层台阶 按理说早就应该到达战厅层了 梁坤突然停下来 鬼打墙了吗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照向他 他瞇了瞇眼 哎呦 吓我一跳 他的嘴巴里好像在咀嚼什么东西 并不是先前的奶糖 因为我没有闻到奶香味 而是一股像是腐烂的恶臭 但又夹杂着点桂花香 现在怎么办 规则里并没有提及鬼打墙这种情况 早就说了 那规则都是恶搞的 这里黑灯瞎火的 肯定是用的什么把戏把我们困在这里 只要我们跑得够快 他们就来不及弄新的楼梯 我点点头 用尽全力奔跑起来 终于我看到了楼梯尽头微弱的灯光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到了 我刚要回答 脚下的楼梯消失了 手机从我手中滑落 不知道掉去了哪里 我坠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里 不知下坠了多久 我落到一处 冰冷坚硬的地板上 奇怪的是 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疼痛 我小心翼翼站了起来 昏暗的灯光下 我看清了自己所处的地方 像是古老残破的地铁站 我的手机好像落到了轨道上 这里的气温格外低 阵阵冷风呼啸着 像是急迟的地铁 我跳下站台 走到轨道中间 想捡起手机 突然一束响光刺破黑暗 震而欲聋的哐荡声响彻了整个隧道 一辆列车正极速失败 我的双腿不听事关 何况它的速度那么快 几乎就要撞上我了 我只能绝望地闭上眼睛 想不明白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我明明没有违反规则啊 耳边的呼啸声消失了 我的身体还能动 没有感到任何疼痛 缓缓睁开眼 发现我竟然在一截车厢里面 车厢里的灯也很昏暗 不远处好像是坐着两个人 模样看着有点不真切 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我整个人放松下来 跌坐在地 我大口呼吸着空气 冷汗更是浸透了衣服 凉久 等我回过神来 地铁正在前进 窗外是残破的场景 我好像被困在了一个更大的意识界里 拿起手机想看一下时间 糟糕 手机竟然打开了相机功能 是不是摔坏了 仔细一看 手机上的画面差点没把我吓哭 地铁里有的人上一秒还是活生生的 下一秒就被无形的力量撕裂 直至沉睡片消散而去 是不是在我乘坐的13号线上 通过手机摄像头看见的 也会是这些地狱般的场景 突然我有一种被凝视的感觉 我慌忙跑了起来 我必须逃离这个地方 可不管我怎么跑 那种注视感都紧紧跟着我 手机的画面始终没有多大变化 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类似怪物的身影 而且我没有办法退出相机功能了 我已经跑不动了 瘫倒在地上 脚腕上突然传来一种冰凉粘腻的触感 好像好像有只手拽住了一样 我拼命跟着脚企图摆脱那只看不见的手 背后是驾驶室的门 我立马钻了进去 迅速关上了门 脚腕上令人恶心的触感消失了 驾驶室的场景稍微不那么恐怖 散发着淡淡的桂花香味 通过手机我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人 荒惯地写了张纸条 塞进椅子下面 感谢观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